我們這禮拜要談一些有關於Avanced Architecture的一些項目 我們之前已經把一個很簡單的電腦我們叫Toy Machine 把它利用我們所介紹過這些元件把它組織起來 有了一個Toy Architecture之後呢 它可以持續16個指令 然後藉由這16個指令的組合 我們可以讓它做一些有趣的事情 比如讓它做乘法啊 做菲伯拿奇數列的計算啊等等 那是基本的電腦運行的一個方式 那可是 當然電腦基本上是那麼運作的 不過怎麼樣讓你的電腦的速度 越來越快 那有一部分的貢獻來自於所謂的計算機結構上面的一個進步 那我們今天會談這一些 一些讓你的電腦可以變得比較快的一些計算機結構一些設計 不過在那之前我們先很簡單的回顧一下 現在常用一些Processor的一些歷史 那現在常用的Processor大概有兩支 一支是Intel的IA Architecture的一個Processor 就是你的筆記性電腦 桌上型電腦所使用的 大部分都使用的是Intel的Processor 現在其實MacBook或Mac的Computer 用的也是Intel的Processor 那另外一支的話就是一些所謂的手持式裝置 像是你的手機啦 或者是一些 嵌入式系統所使用的ARM系列的一個Processor 那我先來看Intel的MicroProcessor的一個很簡單的一個 那Intel的第一個Processor大概是1972年 一個叫做Intel 8080的一個Processor 那這個時候 其實它你有沒有看到的話 這個大家跟我們Toy Machine 比較相當 比如說它的這個Memory 它可以定值的RAM的Size是大概64K 那我們Toy的話是256個Byte 那接下來我們會介紹的Hack Machine是16K 所以它這個MemorySize 比較像是我們這種介紹這種很簡單的一個 Architecture的MemorySize 然後再來的話它的暫存器只有8個bit 所以我們現在用的大部分是16個bit OK 那這個時候它還沒有 Intel的這個Processor 還沒有採用Microsoft的DOS 它用它一個叫CPM的一個OS OK 那它clock rate大概是在5個MHz到10個MHz 那大家記得的話 1個MHz就是每秒你的clock會run 100萬個cycle 那5個MHz就是每秒會run 500萬個cycle 那如果是以我們Toy Machine來看的話 一個指令需要兩個cycle 那也就是說它每秒5個MHz的電腦 每秒大概可以執行250萬個指令 類似這樣子的一個估計 那另外的話呢 這個8080它的transistors count Transistors就是所謂的電晶體 你可以把它想成我們計電器 或我們電池開關 它大概用了這個2萬9千個電池開關 大概用三...但它不是真的用電池開關 你可以想成它是用這個比較小的電池開關 用了差不多接近3萬個 做出一個這樣子的一個process OK 好這1972年 Intel的第一個process 那它這個接下來1978年 它推出Intel 8086 後來8088 這個是第一個被IBM選來做個人電腦 那我們知道IBM在個人電腦之前 所謂的supercomputer 或者是這個mainframe的時代 IBM是這個電腦最大的一個製造商 商用電腦最大的製造商 OK 那後來呢 就慢慢有人會覺得說 也許個人也需要用電腦 但早期大家覺得 個人沒有使用電腦的必要 慢慢的有些玩家開始想要自己做電腦 或者是有人就認識到 可能有個人使用電腦的一個可能性 然後這個時候IBM想要開始 其實很多人已經開始做PC了 這時候IBM還想要做他自己的PC 然後他就挑了Intel 8088 作為他的IBM PC的一個processer 另外附帶他挑了Microsoft DOS 作為IBM PC的作業系統 那這個IBM這個決定做下來之後呢 就創造Intel跟Microsoft的這兩個 在這個電腦企業裡面呢 變得非常重要的兩個一個公司 一個就是因為他個人電腦 IBM個人電腦 挑了Intel的processer作為他的CPU 然後挑了DOS作為他的作業系統 那隨著IBM 因為IBM是一個很大的廠牌 所以隨著他的電腦的銷售呢 就慢慢的奠定了 就是個人電腦會以這個Intel的processer呢 為主 然後呢作業系統呢 會以Microsoft的作業系統為主 所以在軟硬體上面呢 最終呢就被這兩家公司呢 好處給他們拿光 IBM最後其實沒有拿到什麼 因為呢後來大家就分分推出 所謂的IBM相容的個人電腦 你只要拿Intel的processer 拿Microsoft的DOS做出來 其實這些電腦其實差異並不大 硬體的差異並不大 然後呢價格可能會有所不同 然後呢就會造成這個 我們講的這個Microsoft的跟Intel Dominate整個PC的市場 這個接下來大概二三十年的一個狀況 OK 好那這個8086的這個processer呢 它的記憶體的一個定值的這個位置 可以到達一個MB 一個MB的話 大概就是一個位置 大概就是20個bit 對不對 不是16個 20個bit 好那20個bit呢 可是它暫存器呢 只有16個bit的暫存器 所以它用了某些方式 它基本上它的位置是用兩個暫存器 兜出來的 它有一個叫做Data Segment的暫存器 然後呢 Data Segment的暫存器是16bit 比較像是這樣一個架構 比較像是這樣一個架構 我們這是 這是你的memory對不對 然後呢 然後呢 我們需要 這個是需要20個bit才定值 你位置限是20對不對 然後它就有一個叫Data Segment的暫存器 這是16bit 然後呢 再加上呢 另外一個offset的暫存器 然後這兩個之間呢 會shift4個bit 那這也是16bit 然後我們會把Data Segment裡面的數值 向左邊shift4個bit 再把它呢 相加起來 你就得到一個 20個bit的一個位置 再用這個位置呢 去存取你的幣 大家是這樣來設計 因為它的暫存器只有16bit 可是你的位置限呢 需要20個bit 所以它就用兩個暫存器 其中一個暫存器 叫Data Segment 那也就是說呢 這個Data Segment相當於 用它來指向一個 64K的一個 大小的一個 記憶體中的一個 一個Segment 就是我用這一個 當作是這個Segment的開頭 可以想像是一個64K的array 那這是array的這個 array0所指的地方 那這個offset就是你array的index 再用這個offset去存取你的64K Segment裡面的任何一個位置 大概是這樣子的一個架構來存取記憶體 ok 好那 這大概是我 我個人的第一台 個人電腦 用的就是808 應該是8088 不過我個人的第一台電腦 1986年買的 那這是1978年推出的process 大概長得像這個樣子 ok 那你可以看到這邊會有一個 單色的CRT的顯示器 通常是橘色或綠色的 ok 然後呢這邊呢 一個很重的一個主機 那這邊呢會有兩個所謂的軟碟機 現在大家都沒有看到軟碟機 通常會有一個大一個小 ok 一個大的軟碟一個小的軟碟 裡面呢我記得的話 我的硬碟是20MB 20MB 可能大概放一首歌差不多 ok 然後這是鍵盤差不多 鍵盤基本上沒什麼太大的進步 鍵盤跟滑鼠大概在 那1980年代就已經有滑鼠 我不確定我那時候沒有滑鼠 ok 那1980年代後來有滑鼠 不過我第一台電腦 我不確定有沒有滑鼠 我好像沒有使用滑鼠的必要 因為這個基本上是 原則上是一個文字模式 不過你是可以把它切換成這個 一個圖形模式 然後可以做一些 不過原則上大部分情況之下 都是在文字模式一個 80x24的一個螢幕之下工作 ok 另外它自己 它本身就是8086本身 沒有浮點運算的能力 跟我們的Toy machine一樣 它沒有浮點運算器 可是呢 Intel另外出一個 單獨的浮點運算器叫做8087 所以說如果你有錢的話 你又常需要使用浮點運算的話 你可以另外再買個8087浮點運算器 插在你的主機板上面 你的電腦就會有浮點運算的能力 否則的話呢 你還是可以做浮點運算 不過呢會用軟體來做模擬 就像我們乘法改用 你寫一個程式叫乘法的程式來算 或者是呢 你在你的CPU裡面呢 支援一個指令叫做乘法 一個是硬體來做乘法 一個是軟體來做乘法 這兩個速度呢 大家可以差到二三十倍以上 所以說如果那個年代大部分買的是沒有8087的 不過如果是在一些科學單位 他可能會另外買8087 在另外裝在你的電腦上面 讓你的電腦可以支援硬體的浮點運算的能力 那8086這樣architecture 現在還是很多的低階的 或者是low cost的一些microcontroller 還是會用這樣的architecture 那接下來1982年呢 就有一個叫做80286 Intel的80286 那他的memory還是一樣16Mb 然後他開始對memory做一些保護的機制 就是說他會有一些保護的機制 讓memory的存取呢 可以受到一些控制 也就是你可以區分有些程式呢 他會比較大的權力 可以access所有memory 有些程式呢 他的權力比較小 只能access某一些memory 那有些memory是他不能access的 ok 然後呢 再來的話 他一樣有一個浮點運算器 是單獨賣的 叫80287 然後他的時賣大概跑到20MHz 然後呢 這個 這一個processor呢 大概用了134,000個變晶體 13萬 大家想134,000個電子開關 從剛剛的 我們剛剛看前面那個 最早那個 29,000個 到現在是134,000個 ok 然後這以前都是16bit的時代 就是他的暫存器都是16bit 那接下來呢 從1985年的這個386開始 就是80386開始 他就進入到了32bit的一個時代 我們把他叫做intel的IA32的一個architecture ok 就是intelarchitecture 32bit 然後這個大概是一個蠻大的一個更新的 從386開始 他的記憶體可以定值到4個gigabyte 基本上是32bit 對不對 4個gigabyte需要32bit的定值 32bit的位置線 然後暫存器呢 也upgrade到32bit 就是他基本的運算呢 就是32bit為單位 然後呢 他的時代呢 可以跑到33個megahertz 然後開始support pageant 所謂的pageant就是做 所謂的virtual memory 那什麼叫virtual memory呢 就是說雖然我們這個ring 我們support到4個gigabyte 可是大部分人呢 在那個年代 通常買不起4個gigabyte 你可能最多 比如說買個512mega或一個gigabyte ok 那可是呢 我們的作業系統會希望呢 允許你使用更大的記憶體 即使你沒有那麼多 那所謂virtual memory就是說 我拿部分的 我的硬碟 我的磁碟 來當作記憶體的一部分 所以你可以想的就是說 從使用者的角度來看 從使用者的角度來看 我有4個gigabyte的memory 然後呢 這個memory呢 是切了很多個page 那每個page呢 可能是我們假設32k的page 好 那可是32k的page呢 它不見得都在真正的記憶體裡面 假設我們實際上只有一個gigabyte的memory 假設我們實際上 這是我們實際上memory 我們做一個gigabyte 那這是我們的硬碟 我們的磁碟機 檔案系統 那這是使用者看到的 他認為他有4個gigabyte的memory 而實際上呢 在實際上使用的時候呢 比如說呢 他說 你是說呢 我要這一塊 記憶體裡面的某一個資料 也就是說你要 假設你要assess這一個 你想要assess這個page 然後呢 會透過作業系統 他這邊會透過作業系統 他會做一個 查表 他會查說呢 這個page 實際上呢 我是把它放在memory裡面 才是放1點 然後從這個表 然後記錄說每個page 因為32k做一個page 那你可以算算這個 45gigabyte需要幾個page 對不對 那每個page呢 他的作業系統都會maintain說 他到底是放在記憶裡面 還是放在視點裡面 如果放在記憶體裡面 他就去 這個記憶體裡面呢 找到那個page 然後呢 把它呢 return回來 如果是呢 放在磁碟裡面 他又在你的硬碟裡面 找到那個page 把它return回來 所以也就是說呢 你實際上呢 在處理你認為的memory 實際上有可能放在真的memory裡面 也有可能放在磁碟裡面 那我們把這個稱為 所謂的virtual memory 虛擬的記憶體 比如說你這個記憶體呢 並不是真的 always真實存在 如果你用的記憶體太多 我就會把一部分的資料呢 搬到這個磁碟上 那會以page做單位 所以為什麼這個叫pager 為什麼叫pager呢 當你發現你要了這一個 conceptually的一個這個page 你透過tablelookup 發現呢 它其實在硬碟裡面的時候 這時候我會做什麼動作 我會把這一個page 從磁碟呢 搬到真的記憶體來 那為什麼要搬過來 因為真的記憶體 它的s的速度呢 會比磁碟快很多 很快100倍到1000倍以上 如果呢這個 既然使用者現在要這個page 那接下來用到這個page裡面的資料呢 的可能性很高 如果你一直把它磁碟裡面 那你每次要讀任何資料都到磁碟來 速度會變很慢 所以使用者一旦需要這個時候呢 我就把它 而且呢 我發現這個page在磁碟裡面 我就會把它呢 搬到記憶體來 然後呢 以後呢 那我把它搬過來以後 我這邊這個table就要分心了 本來是在磁碟的 像我搬進來 所以這邊就會變成說 以後找他了就到這邊去找他 OK 那可是你反過來講 如果這邊都已經用完了怎麼辦 那你會從這裡面找一個呢 比較不常用的把它搬出去 把那個page搬出去 把這個page搬出來 大概是這樣的概念 那這個概念叫做virtual memory 就是它透過作業系統的協助 允許你的使用呢 超出你實際記憶體所能夠這個容納的一個範圍 那作業系統要做到這件事情呢 必須要用硬體呢 來提供一個pageant的協助 比如說你在assess memory的時候 它要能夠做tablelookup等等的一些動作 那這些tablelookup動作呢 如果有硬體的協助呢 會變得快很多 所以這個virtual memory這樣一個作業系統的一個概念呢 必須要透過一些硬體上面的指令的協助才能夠達成 那這個80386開始呢 就提供了pageant的這個pageant上面的協助 讓作業系統可以比較容易的 比較有效率的做到virtual memory這樣的一個機制 OK 好這它是這個所謂pageant 那1989年呢 進步到80486 80486呢開始引入了所謂的pipeline pipeline我們待會講這個概念是什麼 它會把指令的執行呢 把它呢 把它這個overlap 讓它彼此的執行呢 之間會有一些重複重疊 使得說呢 指令的執行速度可以變得變快 再來呢 它把這個伏點運算變成CPU的一部分 以後你買到80486裡面就有這個CPU 就有FPU了 就有伏點運算器了 不用再另外買 就by default你的CPU就能夠做伏點運算 再來它引入一個所謂的cache的概念 它引入一個8K的cache 那Cache是什麼呢 我們待會其實也會談 OK 好那再來呢 這個 1993年 有一個Pantium的CPU 它用了一個叫Super Scaler Architecture 你可以想成它是兩條平行的pipeline 就是你看激素的指令走這一條 激素的指令走這一條 激素的指令走這一條 然後兩個pipeline 就相當於你的指令指令的速度可以加倍 對不對 因為你現在要兩 相當於你的process裡面好像有兩個process 其實就是兩個pipeline OK 那接下來就有一系列的比如說Pantium Pro Pantium 2 Pantium 3 Pantium 4 Pantium D等等 到2000年了 2000年以後它的命名就比較亂了 OK 那這個Pantium Pro它主要加入L2的cache 也就是說它除了剛剛講cache是L1的cache 它現在再另外加成cache OK 那1997年有一個比較顯著的一個改善 就是它加入了叫做MMX的一個指令集 它讓就是在你的原來instruction set之外 我額外加入了叫做MMX的指令集 那這個MMX的指令集 它叫做Multimedia Extension 就是說97年的時候大概大家注意到了這個 在電腦上面使用多媒體的可能性 什麼叫多媒體 就是現在當你很習慣多媒體的 因為你在你的個人電腦上也好 在你的手機上也好 你會播放音樂 你會看電影 你會看圖片 這些都屬於多媒體的應用 或者是你會玩game 做graphics rendering 這些都屬於多媒體的應用 那到97年才 當以前有一些用軟體的方式 做出了一些多媒體的應用 不過到97年相當於說 我在我的process上面 硬體上面直接針對多媒體應用的需求 我提供一些額外的指令 給這一些應用人來使用 來加速他們的執行 那這個指令集叫做MMX 那MMX後來就演進成所謂的SIMD architecture 就是所謂在99年的Pattent III 它把它改叫做SIMD 那SIMD就是Single Instruction Multiple Data 因為它認識到多媒體的指令 多媒體的指令通常是會對多大量的資料 進行相同的運算 所以它就support這樣SIMD的指令 SIMD的話就是Single Instruction Multiple Data 所以我同一個指令 可是我同時對比如說八個byte 做一模一樣的事 比如說我做八個byte的加法等等 OK 然後它把這個叫做SSE 這個instruction set叫SSE 從MMX更名成SSE 那這時候可以跑到大概一個GHz 那2000年的Pattent IV 它可以跑到接近四個GHz 後來Pattent D 就是採用Dual Core 那現在的Core數 或者SSE的數就越來越多 大概是Intel的一個基本的歷史 我們大概看到2000年左右了 OK 那我們剛剛提過 因為IBM的PC採用Intel Processor 所以說Intel的Processor 基本上Dominate整個所謂的個人電腦的市場 即使雖然有很多電腦的廠商廠牌 不過它的Processor大致上採用的都是Intel的這個architecture 當然有一些Processor廠商 它會做出跟Intel的這個CPU相容的CPU 像是AMD 就是說你可以AMD的Processor 可以執行Intel的Processor上面的指令 一模一樣的程式 你可以把在Intel上面執行的程式 拿來到我的AMD的Processor上面也能跑 只是我內部的architecture設計會不太一樣 OK 不過大致上還是以Intel的設計為主 你必須要跟它相容 OK 好 那 剛剛我們看到這個從1978年開始的8086 我們看到Intel的CPU有哪一些主要的改善 包含比如說比較重要的一些改善 應該像是從這邊開始 Pageant 一些硬體上面 我們可以做 硬體上面Support Pageant 做Virtual Memory 然後這邊開始引入Pipeline 引入Cache 然後把FPU 浮點預算器放到Processor裡面 後面再加上所謂的Super Scaler 以及引入了SIMD的指令 然後開始做Dual Code等等 這是比較重要的幾個architecture上面的一些改善 那 這個Intel的Processor 一般被認定為 是屬於所謂的SISC architecture 最後我們會來談SISC和RISC的差別 SISC基本上是所謂的Complex Instruction Set Computer 就是說它的設計的哲學是 Support越多指令越好 所以它叫做Complex Instruction Set Instruction Set是什麼 就像Toy Machine Toy Machine的Instruction Set 那這個Intel它奉行的哲學是Complex Instruction Set 也就是說我的電腦提供越多指令 那麼你的程式應該可以跑得越快 那相對的另外一個就叫做 Reduce Instruction Set Computer Risk 這邊奉行的哲學就是說 我的電腦提供指令越少 不過每一個跑得越快 你的程式應該會跑得越快 OK 這兩個其實一剛開始你看不出來 其實兩個都似乎說了蠻有道理的 一個是說我提供越多指令 那你的軟體就根據你的需求 選擇最適合你的需求的指令 OK 那另外一個是說我提供越少指令 不過因為我的指令很少 我可以想辦法把每個指令做得很快 那當你需要複雜指令的時候 你就用兩三個我的指令 兜出一個複雜指令 不過因為每個都很快 我說你兜起來呢 還是可以兜很快 OK 所以說這就是兩種不同的 這個電腦設計的哲學 OK 那早期呢 那Intel奉行的是Cisk的這個設計的哲學 那Arm是比較偏向Risk設計的哲學 那這是有些原因的 OK 那後來 後來其實大部分是 認為是Risk會比較佔優勢 因為Risk的設計 可以比較容易的引入很多 Architecture上面的一些革新 像是Pipeline 像是Cache等等 不過Intel其實它還是可以 因為它有很多的工程師 所以它還是在 雖然是表面上是Cisk 不過還是可以把這一些設計 通通把它包含進來 OK 好說說這個 雖然說我們一般會認為 Cisk會跑得比較慢 因為它比較難去包含這些 Advanced architectural design 不過Intel還是想辦法 把這些 architectural design 通通加進來 所以說它的Cisk CPU 也可以跑得相當的不錯 OK 好說另外相對於 Intel的Cisk 另外一支是所Risk的設計哲學 那其中的代表應該是Arm OK 那這是在1983年 在英國成立的一家公司 那這家公司其實 它剛才成立的時候 它的人數很少 它只有四個人做VLSI design OK 差不多就是我們Final Quadrant的一個size OK 那他們那時候想要做一個Processor 賣給這個BBC 給他們做這個他們的電腦 可是因為他們人數不多 所以它必須要 他們設計的就變得很簡單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這個所謂Arm的設計非常簡單 不過主要原因可能是因為它人數很少 而且四個人其實並不是很有經驗 所以他們就做出了一個非常簡單的一個Processor 叫做Arm 不過當然Arm因為它很簡單 所以它的效能 它的運行的速度 就是它能夠執行的指令 其實不如這個Intel的Processor 所以它作為一個個人電腦來講 在當時並不受到重視 因為它的效能並不是特別的好 OK 不過因為它的設計很簡單 所以它其實可以比較 第一個它的Processor比較小 然後再來就是它需要的能量 就是Power Can上選的比較低 然後它Performance也還勉強可以用 所以對於一些特殊的場合 像是Embedded System 可能就會選用這樣的Processor 就比如說你要做這個控制器 像是比如說你的DVD Player裡面的控制器 或者是你一些手持式裝置的一個控制器 你可能就會選用像是Arm這樣的Processor 所以早期它並不是 並沒有在這個個人電腦成功 而是在這種所謂的簽入系統裡面成功 然後來到1990年的時候 這家公司 叫Econ這家公司 後來就改組 改成叫做Arm Evance Risk Machine的這家公司 然後他們的股東就包含了像是Apple 那Arm這家公司有一個另外一個特殊的地方 就是說它並不真的做Processor 它只設計Processor 那剛剛我們Intel Processor 它是設計 而且自己製作 Intel自己的晶圓廠 所以Intel Processor都是自己製作出來的 那Arm這家公司它只設計 你可以跟它License它的Arm的設計 然後你要自己去做Fabrication 甚至你可以自己做Redesign等等 所以現在大部分公司是跟Arm的License 它的Design 然後自己再做一些修改 然後再找晶圓廠 那實際上像是台積電聯電等等 幫他們把他們的Processor把它製作出來 OK 那現在像是Apple的Processor 或者是Qualcoin的Processor 基本上走的是Arm的Processor OK 那它現在是世界上最廣泛使用的一個Processor OK 那它用在像是這個PDA啦 手機啦 多媒體的Player啦 Game Console裡面 那這邊是Arm的一些 像是早期啦 Arm7、Arm9、Arm11 分別用在像是 這Game Boy Advance iPod 然後NDS、PSP等等 一些常見的一些Console 手持性的裝置 大概用的都是Arm的一個Processor OK 大概90%的 這個32bit的Embedded System 用的都是Arm的一個Processor OK 那我們說它最主要 最主要優點就是說 它可以用比較低的Power consumption 達到一個合理的一個效能 這些是一些常見的 可能使用這種Arm Processor的一些Device OK 好 所以我們剛剛看到就是兩個主要的一個Processor 一個是Intel的Processor 另外一個是Arm的Processor OK 然後剛好走的是這個Processor 我們開始設定了兩個不同的主要學 一個是Sysc的一個Computer 一個是Risk的一個Computer OK 好 那當然這早期電腦的運行速度的進步 通常來自於第一個時脈的增加 clock rate 你可以看到早期的5個MHz 到後來變成4個GHz 接近1000倍 大概30年的時間 你的clock rate快了1000倍 那如果以平均來看相當於就是說 你的電腦每一秒鐘能夠執行的指令 多了1000倍 本來可能是1萬個現在變1000萬個 你的電腦原則上你的程式會快1000倍 它是一個很大的一個速度上的一個進步 然後再來是你的電晶體的數目會增加 因為你的很多的設計會讓你的電晶體的數目增加 像是你有新的architecture pipeline有cash 這些都要變成電晶體 OK 好 那這個電晶體數目增加 我們之前應該有提過 就是1965年的時候 Intel的口方的Muor 提出一個叫Muor's Law Muor's Law就是說 每18個月電晶體的數目會double 電晶體的數目會加倍 OK 那這其實是來自於它的觀察 這並不是任何不是數學定律 它只是根據過去電晶體的一個演變 去預期說電晶體的數目 技術上的進步會使得電晶體的數目 可以持續增加 那電晶體的數目增加其實代表你的電腦 越來越複雜 可以做越來越多的事情 然後通常可以運行的越來越快 OK 好了這個Muor's Law 到目前為止大致上都還是正確的 大概每18個月你的這個電晶體的數目 確實差不多是增加的 不過大概預期接近 接下來它已經接近它的物理上面的極限了 所以在你的這個所謂的製程上面 必須要有一些其他的方式 要不然的話 這個電晶體每18個月double的這一個 製程上面每18個月double的這一個 預期可能會不再成立 不過在這些晶圓廠或者是說這些所謂的CAD的公司 大概慢慢有一些新的解決 可以克服這樣的一些問題 不過除了來自於電晶體的數目增加 跟clock rate增加之外 我們今天主要看的是一些 architecture上面的改變 使得你的電腦跑得比較快 所以我們主要看的是三個architecture的改變 一個是pipeline 一個是cache 一個是SIMD 那這三個不是電晶體的數目增加 當然為了要實作這三個概念 你可能要增加一些電晶體 不過這三個概念是在所謂的計算機結構上面的概念 利用這些概念來提升你的電腦執行的速度 那我們今天主要會談這三個部分 就是pipeline、cache、跟SIMD 那我大致上很快的簡單解釋一下 這三個名詞代表什麼意思 pipeline pipeline中文應該翻作管線 pipeline就是我把一個指令的執行 分成很多個階段 比如說我們的toy machine裡面 一個指令的執行有兩個階段 一個叫fetch 一個叫execute 大家記得 我們把每個指令的執行分成兩個階段 一個是fetch 就是把要執行的指令 從記憶體搬到instruction register 這叫fetch 第二個是execute 把instruction register裡面的指令 根據它的指令的內容 對我的alu暫存器跟記憶體 進行適當的操作 所以每一個toy的指令 需要兩個cycle來完成 對不對 每個toy指令需要兩個cycle來完成 那所謂pipeline就是說 既然我這個指令需要兩個cycle 那理論上兩個指令需要四個cycle 而三個指令需要六個cycle 那所謂pipeline的意思就是說 我能不能讓指令的執行 有一些重疊 比如說我第一個指令做完fetch 當我第一個指令進到執行的時候 我第二個指令能不能立刻開始fetch 如果可以的話 那平均的每個指令只需要一個cycle 那你整個overall 你的電腦的support就會double 就是說你每一秒鐘 執行的速度會加倍 為什麼 因為你本來每一個指令需要兩個cycle 如果你讓指令的執行 重疊的話 那每個指令只需要一個cycle 那你是不是相當於每一個cycle 就會有一個指令完成 OK 那這叫pipeline 就是它去重疊指令執行的階段 把指令切成很多個階段 讓這些階段之間可以重複 重疊 OK 那第二個是cache cache就是說 我們的記憶體 我們的memory它的速度很慢 那我能不能在速度很慢的memory 跟速度很快的暫存器之間 加入一些速度在記憶體跟暫存器中間的一些記憶的元件 我把常用的東西放在這個中介的cache裡面 來提升我的記憶體存取的速度 那這個就是cache的概念 那SIMB我們剛剛看過就是說 在很多的應用裡面 你的應用程式會對大量的資料做相同的操作 我們舉個例子 一張照片大概有100萬個pixel 如果你要把這整張照片調亮 比如說你希望把它的亮度乘以1.2 那也就是說你要對100萬個byte 每一個人都乘以1.2 OK 那我能不能一次對6個 比如說一次對8個byte乘以1.2 如果一個指令可以對8個byte做1.2的動作 那本來呢 100萬個byte你要做100萬次的指令 現在呢 你只要做呢 100萬呢乘上除以8對不對 因為你每一秒鐘可以 每一個指令可以做8個乘上1.2的動作 那你有100萬個byte 然後呢只要用原來八分之一的時間 因為本來每個指令只能乘一個byte 那你總共需要時間呢 至此需要原來八分之一 那這SIMD的概念 那所以這三個概念呢就是 我們今天要談的 在architecture上面 提升你的這個 處理器的運行速度的一些設計 那再來之前我們先很簡單的回顧一下 基本的電腦architecture 這跟我們的tobe machine其實還蠻類似的 OK 這大概是這樣 我們的電腦大概會長得像這樣 這比較像是real的computer 這邊會有個process CPU 真的CPU 那CPU裡面會有什麼 CPU裡面會有club 會有control unit 會有ALU 會有暫時器 那control unit的就是我們 這個tobe atch裡面那個 那個control嘛對不對 你要記得的話呢 你有幾個input 八還九個input對不對 包括你現在什麼 現在指令是什麼 excusion 然後condition之類的 然後產生了一些output 記得沒錯 17個control signal 用這17個control signal 去控制你的process裡面的每一個原件 它要做什麼樣的事情 那就是你的control unit 對不對 那ALU呢 大家應該很清楚 就是用來實際上執行 你的邏輯算數運算的那個部分 那你有一些暫存器 那這整個合成一個叫做你的CPU Central Process Unit OK 這是我們的CPU 那跟我們Toy不一樣 真實的computer 它的memory呢 是在CPU的外面 那我們Toy machine 是偷吃 我們把memory放到裡面來 真的 真的電腦 它的memory 跟你的CPU呢 是不同的晶片 OK 所以它跟CPU是獨立的晶片 它們之間呢 必須要透過所謂的bus來溝通 bus就是一堆線 等一下 bus就是一堆線 那比如說我們會有所謂 Edge Bus 我們會有Data Bus 我們會有所謂Ctrl Bus 比如說我們就說 我們現在要讀某一個 記憶體的某個位置的時候 你就會把位置呢 放到位置的線上面 然後呢 然後呢 我們會Ctrl Bus告訴它 我要讀 然後呢 記憶體呢 收到這些訊號之後呢 它就會找出對應的那個內容 把它放到這些bus上面 然後呢 送到我們的Bus OK 那同樣這些bus 你會連到很多的這個IO器材料 包含你的鍵盤啊 滑鼠啊 印表機啊等等 都會連到這上面 包含你硬碟等等 都透過這些bus做連接 跟CPU做溝通 OK 好的 真正的電腦系統 它大致上的一個架構 那為什麼記憶體的存取會慢 因為呢 它必須呢 透過這個 Bus的溝通 送出來 然後呢 通常這個晶片的 這個 它處理的速度也會比較慢 然後再讀出來等等 所以通常 那這個記憶體的latency呢 可能都需要呢 50到100個cycle等等 就是你要讀一個 從記憶體裡面讀一個word進來 你可能要等50到100個cycle 那可是這邊呢 你每個指令呢 大概是需要一個cycle OK 所以可以知道 記憶體的存取會非常非常的慢 那可是記憶體的存取就很快 對不對 因為記憶體就在這裡面 一個cycle都讀進來 一個cycle都讀進來 OK 這邊應該我剛剛都講完了 好 那再來 我們指令的執行大概 我們toy的執行只有兩個階段 face face queue 那可是呢你可以把指令執行的再細分 比如說一種切分的方法 它把指令執行的分成五個階段 fetch一樣 fetch就是從 把指令呢從這個記憶體搬到這個inscription register 那decoder呢就是把inscription register 送到decode這個unit 去decode說呢我這指令要做什麼事 那fetch operant就是說呢你的指令呢需要 比如說你的指令呢需要讀記憶體 或需要讀暫存器 我就在這個stage的時候去把那個資料呢把它讀進來 那execute呢就是把資料 讀好的資料呢送到 ALU進行運算 那right back或store output 就是把剛剛算出來的結果呢寫回記憶體 或者寫回暫存器 所以說我可以假設我們把我們的指令呢 切成這五個階段 就五個stage 那pipeline的意思就是說呢 我的指令呢都是分成五個階段 我希望呢去讓這五個階段 這指引執行的這五個階段呢 彼此之間呢有一些重疊來加速 要不然的話如果每個階段要一個cycle 那每一個指令的執行呢要五個cycle 才會做完對不對 那pipeline的意思就是說 你介紹介紹pipeline pipeline意思就是說呢 我把指令的執行分成stage 然後我讓這些stage的執行呢 可以overlap 藉由這樣的設計呢 來加速一個指令的一個執行 ok 好我們假設齁 我們把整個指令的執行分成六個stage 你先不要管怎麼分的 假設我們把它分成六個stage ok 好那第一號指令進來 這是所謂的cycle member 第一個cycle的時候 第一個指令進來進入第一個stage 第二個cycle的時候 第一個指令呢會進入到第二個stage 第三個cycle的時候呢它進入到第三個stage 一直到第六個cycle的時候呢 它進入到第六個stage 所以到這邊呢 相關於第一號指令呢 在第六個cycle就完成 對不對 然後呢 第二號指令在第七個cycle 指令進來進入到第一個stage 然後第八號指令的時候呢 第二號指令呢進入到第二個stage 第十類分喔 到第十二個cycle的時候 第十二號指令呢也進化 所以你會看到每一個指令呢 只需要六個stage 不要六個stage 既然 兩個指令也需要十二個stage 準備 好那這是這個傳統的 如果 早期沒有做pipeline的時候 每一個指令呢就需要 這麼多個cycle 可是你們會看到喔 比如說這是第一個stage 它所需要的這個resource 這一個resource 基本上有六分之五的時間呢 都在閒置對不對 比如說呢 它只有在第一個cycle的時候 處理第一號指令的這個地方 接下來第二號指令在第二到 第六stage的時候呢 這一部分的硬體 基本上沒有再被使用 就是它相當於在閒置 那我們把它說 所謂wasted cycle 對不對 因為它有只有六分之一 背用到六分之五的時間喔 它都是閒置的 那每一個stage都是這樣 所以pipeline的意思就是說 我能不能 不要讓這些 不要讓這些 硬體的resource 顯置喔 我們把它呢 變成這個樣子來執行 好這是第一個cycle的時候 第一號指令 進來到第一個stage 第二個cycle的時候呢 第一號指令呢 進入到第二個stage 可是這個時候喔 我就讓我的第二號指令 進到第一個stage 為什麼因為團第一個stage 被固定硬體的resource 閒置嘛 沒有再用它嘛 所以呢 我這時候合不 讓我的第二個指令 就直接進來 那第三個cycle的時候呢 第一個指令 你進到第三個stage 第二個指令就可以進到第二個stage 第三個指令呢 就可以進到第一個stage 意思類推 所以一樣喔 六個cycle之後 第一個指令完成了 有第七個cycle之後呢 第二個指令也就跟著完成 然後意思類推 所以如果說喔 假設呢 我們一個指令喔 分成k個stage 假設我們一個指令 分成k個stage 那要完成n個指令 沒有pipeline的時候呢 你需要n乘以k個cycle 對不對 這是沒有pipeline的時候 因為一個指令呢 需要k個cycle完成 對不對 我有n個指令 要完成n個指令 總共呢 就是n乘以k個cycle 那如果你改用pipeline呢 改用pipeline呢 要完成n個指令 需要多久的時間 第一個指令什麼時候完成 第一個指令呢 在第k個cycle的時候完成 對不對 第k個cycle結束之後 第一個指令完成 接下來每一個cycle 你會完成一個指令嘛 所以接下來你還需要 n-1個cycle來完成 剩下的n-1個指令 所以你只需要呢 k加上n-1個cycle 所以一個是n乘以k 一個是k加上n-1 通常呢 n會遠大於k n會遠大於k 所以說呢 所以說這邊大概呢 會是這邊的k分之一啊 ok 也就是說用pipeline之後 你的電腦 基本上快k倍 那k呢就是你的stage的數目 ok 就pipeline大概是這樣的概念 那問題是說 那怎麼切 我stage怎麼切 那看起來k越大越好 可是你也不能隨便切 對不對 因為你的指令呢 還是要分成一些合理的stage 那通常是另外的就是說 你分的stage之外呢 你還需要接bubble 讓這一個指令執行 讓這一個stage執行的結果呢 存到某個bubble裡面 然後再進到下一個 使得說呢 他們兩個中間 不會有彼此互相干擾的情況 ok 那再來就是說呢 這個指令的切分 必須要合理的 你不能隨便亂切 必須要是一個 合理的一個 獨立的unit 比如說我們在 我們的toy machine裡面 你可以讓指令的fetch 跟執行 分開來 對不對 指令的fetch 你可以把它變成兩個 兩個stage 然後呢去overlap這兩個stage ok 那當然你中間可能要加入一些 適當的bubble 避免他們 彼此之間互相干擾 ok 那再來就是說呢 你每個stage之間 他的 時間 必須是差不多的 就是說 你會注意到我們這邊 我們是不是讓每個stage 基本都差不多 時間差不多 一個cycle 一個cycle 那也就是說呢 到底你這個 一個stage要多久 應該是說 你的這個基本的這個時間 會受到你這個stage裡面 最慢的那個人 請講對不對 最慢的那個人需要多久 大家都要跟他等多久 因為你那個stage裡面完成 其他人也進不去嘛 所以說呢 會受到 最慢的那個stage人的影響 所以你除了切 要合理的切之外 你另外呢 你還要盡量讓每個stage人 盡可能花的時間差不多 ok 所以這為什麼你不能任意切 stage不能任意切 你也必須要一個合理的切分 然後再來呢 這每個stage花的時間呢 應該要差不多 要不然的話 他會dominate整個 pipeline的一個時間嘛 ok 這是大部分常見的影響切分的方法 就像我們剛剛看到的 instruction fetch instruction decode operant fetch instruction execution 跟這個right back 結果的right back 這是常見的stage的切分的方法 ok instruction fetch呢 就是把指令呢 從記憶體搬到 destruction register instruction decode 或者呢就是去看看 challenge user裡面的 到底要做什麼事 去控制control unit control unit的算出呢 你要的control signal 接下來呢 根據你指令的需求呢 去組進來 他需要的offerance 你就把r1跟r2呢 組進來 接下來呢 根據指令的內容 去做instruction 像是做java 或是做jump 等等 最後呢是把你算出來的結果呢 寫回記憶體 或什麼算式器 叫right back 就是一個常見的一個 指令切分的方法 好 那另外一個值的一提就是說 在比較複雜的process上面 不是每一個指令 他執行的時間是一樣的 這邊舉一個例子 比如說java 一般一個cycle 乘法呢 一般可能需要 比如intel的process 我沒聽說 乘法大概是50個cycle 一個java指令一個cycle 一個乘法指令是50個cycle ok 那另外就是說 有時候你的pipeline 不見得能夠運行得那麼順利 會有一些狀況 讓你的pipeline 沒辦法運行順利 像我們這次要運行順利的pipeline 對不對 比如說呢 所有stage基本上都不會有閒置的狀況 一個指令呢 接了一個指令 緊接著1231234這樣 緊接著跑進來 中間都沒有任何的空隙 對不對 這是一個完美的pipeline運行 可是呢 實際上在pipeline運行的時候 不會那麼完美 在某些狀況之下呢 你的pipeline呢 必須被中斷 也就是說呢 必須被卡住 但這是一個case 這case大概應該是發生在這個 我們不知道beta hard朗 我們待會看到一個例子 就比如說 比如說 反正就是下一個指令齁 他需要的operant 來自於上面那個指令 結果 上面那個指令如果沒算完 你根本還沒辦法拿到那個 那一個他所需要的operant的內容 所以他必須要等 所以你看他的operant背去呢 並沒辦法立刻執行 為什麼呢 因為他必須要等算完 所以他會等了 像這個case裡面 他等了三個cycle 這邊就形成我們稱為bubble 就是在pipeline裡面產生一個泡泡 這個泡泡原因是因為呢 你沒辦法往下進行 為什麼你沒辦法往下進行呢 因為你有一些dependence 你有一些依賴的人 依賴的結果還沒有完成 就要等到依賴的結果完成之後呢 你才可以繼續往下前進 那所以說呢 這第二指令呢 就在這邊呢 必須要停下來 等他算完 那我們把這個稱為所謂bubble 或者稱為所謂store 我這邊寫的 把它稱為store 那為什麼會有這種bubble或store 通常是因為有一些hasard hasard就是有一些危險 我不確定 中文你會去查一次點的話 它叫危險 不過我不確定 這個意思好像不能把它翻成危險 我們把它稱為hasard 那有一些什麼hasard呢 像resourcehasard datahasard 或者是controlhasard 我們待會來分別看一下呢 這三個hasard是什麼原因 造成說你的pipeline 沒辦法那麼順的 就是一個接著一個的完成 而必須呢 在某些時候你必須要等 那在這個pipeline呢 你就會產生一些所謂的bubble 來讓你的這個效能 沒有像我們剛剛算的那麼好 沒有像我們算的那麼k倍那麼好 ok 好想我們先休息十分鐘 再來看這三個hasard 會不會代表什麼樣的意義 好